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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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些水果和点心吧 花公子 说起来该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你却为了你却为了你却为了我忙碌 你却为了我忙碌都没吃上饭 真是辛苦你了 王爷您别这么说 王爷 在下可以摸摸您的伤口吗 好 好 对不起 王爷 我是不是手中了 不是的 花公子 我这里一直很疼 花公子 言不言重啊 王爷 此人下手极为毒辣 在下从未诊断过 被火烧成这样的伤口 他到底用的什么招式 他的招式非常地怪异 本王从来没有见过 而且他的长风 竟然幻化成一条火龙 火龙 花公子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功夫啊 卢兄 你告诉告诉我 去卫王府应该注意什么 不要走漏消息 在下没听说过 王爷 还要辛苦你 在床上千万不要乱动 还有 一定不要沾水 华公子 你说此人武功那么高强 难道他 就是闯入进宫 救赎豫王的那个高手 刺客是何时行刺的 昨晚害时我已救起 就听到 外面有人杀入卫王府 为首的就是那名高手 好 花板楼 阿信姑娘 还是你多吃一点吧 红豆里气 对于你这个成天总是气呼呼的人来说 最为实用了 真的吗 怎么样 有收获吗 什么收获也没有 不会吧 我觉得你还是有收获的 什么呀 卫王府的红豆糕你很爱吃 哈 你笑话我 不过说实话 我确实是个车祸 我是孤儿 小时候老吃不饱 后来大智大勇师傅收留了我之后 才能吃饱穿暖 可是却落下了贪吃的毛病 我总是想人一生一世 有好吃好玩的就很满足了 你是个懂得惜福的姑娘 所以你会一生快乐的 是吗 黄公子 黄公子 阿信姑娘 娄妃 黄公子 阿信姑娘 这是我们家王爷特地送给两位的 苏州明月楼的红豆糕 红豆糕 王爷看阿信姑娘爱吃这个 黄公子刚刚也没有用点心 所以特命小的再送过来一盒 那我就不客气了 帮我谢谢你们家王爷 还挺有心的 好嘞 红豆糕 阿信姑娘 你可真够不客气的 这有什么可客气的 像你们这种有钱人 哪种能像我们一样 有了上段没下段吃的感觉 从小我就知道 有糕可吃 赶紧吃 末代无糕没得吃 这龙妃的武功 竟然如此高兴 这普天之下只有四五个人 我听不到他们行动的声音 比如说万眉山庄的西门吹雪 可是这个龙妃 她走路的声音很轻 阿信姑娘 这个龙妃的体型 是壮硕还是瘦弱 她呀 她肥得跟火修一样 可是今天之前 我都能听到 从她的脚步声看来 她之前是隐瞒了自己的武功 我第一次见她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点都看不出她的年纪 为王怎么会让她做宗怪 胖胖笨笨的 不说她了 反正我今天什么都没发现 一点收获都没有 那个陆小凤要骂我了 扳死了 好吃好吃 你要不要吃啊 你自己吃吧 好吧 我把你们全部消灭过 卫王爷伤得严重吗 并不严重 涂了烫伤药之后 很快就会好 不过 卫王的伤很奇怪 是灼伤 灼伤 对啊 卫王爷说 对方推出了一个掌风 化成了一条火龙 直接把他给击倒了 那是沙无社的功夫 不过沙无社跟卫王爷 会有什么仇呢 他为什么要行刺卫王 你为什么骗卫王 说你从来没听说过火龙公呢 因为我觉得奇怪 他把前来行刺之人 和救豫王的人 联系起来 确实很奇怪 我们从来都没有透露过火龙掌 就是沙无社独门武功的消息 化成 卫王怎么就知道 用灼伤的伤口 把我们引向沙无社的身上 如果真是这样 他中了火龙掌还能够活命啊 除非他一直在撒谎 他要掩护沙无社 哦 卫王在撒谎 华卫龙你可真厉害 我就没有看出一点破绽 因为你一直顾着吃东西啊 哎 哎 哎 艳艳 来 红豆糕给你吃 陆大侠 有人送了一张字条给你 他 雪儿 雪儿 她 找我什么事啊 我问你一个谜语 你回答对了 我才能告诉你 嗯 说吧 穿着金色衣服的人 一鸣惊人 一只狗过了木桥就不叫了 过目不忘 很好 陆小凤 竟然在猜谜的领域里掌握了我的真传 我终于可以放心的回金棚山了 那真要多谢师傅您的教诲了 我一定再接再厉 可是以后就没有人陪我玩了 雪儿 你差点在京城丢了小命 还愿意留在这里 京城起码比金棚山好玩多了 哦对了 等一会儿你见到花公子的时候 帮我向他说声谢谢 还是哪天 我带你进宫 你自己谢谢他吧 可是我要走了 陆小凤 陆小凤 陆小凤你醒醒 你没事吧 你为什么要喝下那杯欺负个魂三 我可是英雄 英雄要救美人的 我发誓 万一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一直 一直 到永远 不敢 小夹 我 一定乱 雪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所以 我们真的要走了 真的要走 我要走了 你多保重吧 丹方 昨晚魏王父亲的刺客 魏王说首领是杀无赦 你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是谁干的 那些刺客 分明是收了钱专门入京行赐魏王的 金主是魏王的舅舅 魏王爷 那沙巫社呢 魏王和沙巫社有何关联 他是幕后主使吗 此事蹊跷 王太仆刺杀魏王是真 但刺客为沙巫社必定是假 是宜华兼募之心 如果 沙巫社行赐魏王 那么 沙巫社的火龙掌威力巨大 怎么可能只受了轻伤 我想请你回魏王府 观察魏王 搞清楚沙巫社 和魏王之间的关系 好的 我立刻回去 怎么喝呀 这么苦 奴婢之罪 王妃 你先下去吧 给王爷拿点蜜饯 她爱吃信谱 是 我辈子受伤的时候 一直想见的人就是你 你真的来了 我由不知所措 我听说王府昨夜遭遇 又刺客刺伤了王爷 侍卫们说 打伤王爷的是沙巫社 王爷和沙巫社交过手了 您看清沙巫社的容貌了吗 王爷 他是怎么打伤您的 怎么了 你是真的关心我 还是特意 回来打探消息的 丹风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真心的为我而来 你是我最心爱的人 只要你肯好好留下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 只要你在我的身边 我找时间把一切都告诉你 王爷 为什么 你不肯现在就告诉我呢 不 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 我要搞清楚 丹风你太单纯了 很多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留下来陪我 丹风 就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我 Smooth 我 给我 我 你 我 召进去了魏王府 是这样的 我让她去打探沙巫社的事情 她现在已经在魏王府了 陆小凤 你脑子有问题啊 让丹风自己去魏王府 不怕她出事啊 丹方不是那么脆弱 那么好骗的 而且我也会暗中保护她的 对 魏王爷 不会伤害他心爱的丹凤 可丹凤明明心爱的是别人 那就麻烦咯 有什么麻烦 你这么笑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本来丹凤要回禁榜山 是我留下他 他能帮我们的忙 说什么心爱不心爱他 完全没关系 是吗 你又笑什么 除了不想让丹凤姑娘 带着谜团离开 难道不是陆兄还舍不得他们 什么都瞒不过神医花满楼 两种原因都有 因为除了丹凤 没有人更了解金鹏茫长的秘密 把他留在京城 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他 最重要的是那把金药 一旦真的到手 只有丹凤才知道怎样使用它打开宝库 还有毒蛊的解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是药水 药丸放在宝库的什么地方 这些天 与太医院和朝堂上下之力 除了翻找文元阁的奇书异路 还在民间医馆药铺 和游方郎中里 四处打探 到今天 似乎真找到了一点线索 解药有可能是一种妖艺的奇花 作为奇花解益毒 这种花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手头资料有限 还不知道它的名字 以及生长习性和使用方法 只听闻此话非常罕见 传说中的这种奇花 只生长在金沙水中 而据闻打开金铜宝库 便可看到水漫金沙 绿印长桥 也就是说 金铜宝库中应该有条金沙盒 里面应该生长有这种奇花 它就是金铜毒蛊的解药 此花花朵硕大美丽 花期非常短暂 泉珠有剧毒 但它正好是皇上体内 蛊毒的克星 原来解药这一图公土 是的 我会再叫人仔细查找 有关这种花的详细记录 你要留住丹凤 因为丹凤是了解金铜王朝 有关信息的唯一之人 有了他的帮助就好办多了 这事交给我 我会收负担法留下来 帮我 相信他会顾全大局 你说是吧 花上了 是是是 就是不知道 英俊潇洒的陆大侠 接下来 想打算如何对待阿信 阿信 关他什么事 陆小凤 我都不知道你是真聪明呢 还是假糊涂呢 你的意思是 阿信对我 你说呢 不可能 我们两个就像好哥们 绝对不可能 影响太多了 口是心非 自己心里有鬼了吧 你和阿信之间既有默契 相处又融洽 你就不要再辜负 一个好姑娘了好吗 王爷 这银尔林子羹 对身体很好 你趁热喝了吧 沙无舍 他为什么要对王爷动手 我也不知道 丹风 我怎么也想不出 是谁要害我 听说沙无舍是临命而来 目的是要置我于死地 福利互卫 打到最后 就只剩下龙飞 二三十个人 沙无舍仪当时 果然非常厉害 他也不知道 练了什么独门功夫 双掌推出的长风 竟然幻化出一条火龙 一击中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火龙 嗯 那是他 是他 是他杀死了我姐 丹风 你是说丹徒 也是死在他的长风之下 嗯 我亲眼所见 就是他 就是沙无舍他用这种火龙功 对我姐下了多手 丹风 你放心 丹徒是你的姐姐 也就是我的亲人 虽然他做出了一些 对皇上不利的事情 可是你放心 我会帮你替他报仇 多谢王爷 可是我真的不明白 沙无舍为什么 先对我姐下了多手 现在又对付你 我想这其中 一定有蹊跷 是这样 我是这么想的 他杀丹徒是为了灭口 不想人知道他是谁 他想杀我 因为 我可能成为储君 王爷的意思 还是怀疑于王爷 这一切 也只是我的猜测 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过我不想管 就让他们去查吧 我只想跟你 清清清清 安安稳稳地 过我们两个人的日子 谢谢你 谢谢你还能够回来 至少让我感觉到 无论如何 我都不是孤单的一个人 王爷 您还是好好养着吧 我先走了 咱们并分两路 记着 逃出去以后 咱们就在冠群书院会合 事关紧要 万一等不到我的话 你要保护好王爷 带着王爷逃出京城 怎么会这样 王大人的护卫都被杀了 王大人一家 综艺全无 不会是 他干的吧 王大人的护卫都被杀了 去我们吻了 人们就没操作 还是冠团 他的重案 Ich的重案 你不是 你不是 太后 皇上她 现在情况非常不好 毒蛊痕可能已经蔓延了整个腹葬 你的意思是 恕在下执言 皇上可能只剩下二十日的时间了 你一向是不流泪的 可是 你为什么哭 你这次回来 是要来杀我的 我要想杀你 二十年前 我就应该把你杀了 何必等到今天 你不要怕 没人看见我在这里 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你为什么要回来 当年豫王救了我 现在他需要我帮忙 我自然要回来 你是在帮他谋反 这不叫报恩 这叫愚忠 想当年 你见死不救 害我全家都因我牵连致死 好在豫王救了我 他为什么要逃走 都是你们把他逼上梁山的 如果 他留在禁宫 能保不被害 王死了性命 所以我劫走了他 虽然 王大人犯了谋逆大罪 但是他的家人是无辜的 我求你放过他们 不要再让二十年前的悲剧重演 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他们一家子不是全跑了吗 什么 王大人没有在你的手上 东儿 我求你放手吧 不要在我面前撒谎了 我老实告诉你 王大人 是他一厢情愿 想把豫王推上皇位 豫王不知情 我可以以性命替豫王作证 为什么要对他赶尽杀绝 我绝不允许再重蹈覆辙 我现在就去把卫王杀了 绝不能让你一错再错 不 你不能杀他 你放心 一命第一命 我杀了卫王之后 我自然会在你面前 谢罪自杀的 不 不 不行 你绝不能杀他 他是 他是你的儿子 你说什么 这个秘密 我已经受了太多年了 我一直以为 我会把他带到尘土里面 没想到造无弄人 我们两个 竟然会有重逢的一天 既然如此 也该让你知道了 他确实是你的亲生骨肉 你就是再恨 也不能杀了他 我们的儿子 魏王爷 他是我们的儿子 当初 杀你柳氏泉族 便不是我的主意 是县帝执意下令 格杀勿乱 我为了保全我们的孩子 只能在义纸上盖了印 他只是要报复我 要让我亲手杀了你 好让你至死都恨我 这是他想到 对我最严厉的惩罚 你一直以为 是魏王和王大人救了你 可是你不知道 是我预先支开了守卫 他们的人才能进得去大牢 把你给救走 你是说 是你救了我 没错 能活下来 不容易 更何况 你的儿子 现在即将是皇位的继承人 难道你要让他死在你的手上 你才甘心吗 皇帝的日子 不多了 可能就剩二十天 若我现在不立定处军 天下定将会大乱 你明白吗 可是 可是魏王爷 当年是魏王犯下大不敬之罪 我从没想过要对他怎样 要知道 他的持穿用度和所有王爷一样 你问问他 我哪亏待过他 他偏偏要逃走 他怎么会 认为我会派人暗杀他 只要他回来 真心悔过 我绝不会为难他 我和魏王 怎么说都有母子之情 我想跟他坐下好好谈谈 如果他 没有参与刺杀魏王 我不再追究 只要他不再听王太仆挑拨离间 如果他真的没有参与 你让他回来 让他 给我解释清楚 所以我认为王大人君家失踪 并不是太后所为 恨董 你今天晚上整个人就不对劲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俩之间不能坦诚相待吗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 王爷 请说罪 我不能留下来帮你对抗魏王 只有原因我不能说 王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 突然要走 这是为什么 王爷 我却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不得已 难道不能说出来商量一下吗 你我一直以来 不是同一阵线吗 可你的态度为什么突然就变了 王爷 王爷 我见了太后 太后并没有也想害您 王大人全家也没有在太后手上 如果因此对魏王动手 王爷 您将 王命天涯 请王爷三思 是啊 慧恨终生 来 赫东 我本来就没打算对抗太后 如果太后能保我平安 我这就可以回宫 向她请罪 我担心的是 你的处境该如何是好 你 你 先在这里藏身 我 去向太后求情 王爷 你放心 我去看一个人之后 马上就离开这里 剃度消化为僧 和以前一样 隐姓埋名 度过余生 好 何董 这次我还是支持你的选择 舅舅一家凶多吉少 如果我能有命苟活下来 希望我们将来还能再见面 对了 在你离开之前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帮我去找一个人 所以啊 我们忙活了那么一大段 根本就是白打 话不要说得这么早 我们也并不是全然没有成绩啊 我们有什么成绩啊 自从飞燕走了以后 既要是一点都没有线索 还有 还没有搞清楚沙无社是谁 突然就又冒出了一个龙飞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王大人 玉王爷 丹徒 还有沙无社之间的关联给找出来 线索是越来越多 我呢 一直在这里说白宫 哦 原来说到底你是想要报仇啊 先说清楚啊 我没有让你帮忙啊 是你自愿的 哼 那人家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 你看看你这个眼神 肯定又是看上哪家美女了 阿姐 你跑一趟王大人粉 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我有点事情要办 花满楼奶会合 哎 你还没付钱呢 陆小枫 我可不结账啊 都算你都 再来五盘考呀 我可不得了 你还没关系 我好管我 我好管你 你还没关系 我好管我 你还没关系 黄爷 因为来此地的高人 是您的朋友吗 没错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亲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人将您从禁宫里救出来的吧 不错 正是他 不过今天他帮我找到你之后 他跟我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他要去哪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已经看破红尘 他要去哪里 我不想过问 我冒昧请问王爷 此人武功高强 他那年纪大概五十岁上下 他会不会使用火龙弓 火龙弓 对他我很了解 他绝对不会你所说的火龙弓 玉王爷真的没有听说过 沙尔无射这个人 王爷身边的前辈 在嵩山待过吗 不错 近二十年里 他确实隐居在嵩山 那么这个人会不会是 二十多年前 在嵩山的沙无社呢 不可能 那时他在皇宫 此时太后可作成 王爷果然点明了关键 陆小凤 你居然敢试探我 我相信王爷 您身边的那位高手 绝对不会是沙无社 沙无社离开后 他才到嵩山隐居 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 包括暗杀之事 陆大侠 暗杀这种行为 残酷阴险 一直为本王所不止 就像你们高手论剑 讲究的你来我我 你说是不是 论剑不过是切磋武艺 一切点到为止 但暗杀就不同了 卫达目的 一出手便要置人死地 陆大侠 我认真的告诉你 我更希望皇上能够康复 重整朝政 还有我舅舅 他之所以行刺 因为他听说过一件事 朝中已有传闻 说魏王 并非先帝所亲生 舅舅任帝皇位 必须 由嫡亲血脉 作为继承人 所以他才去行刺魏王 我承认 传闻不是证据 舅舅这么做 的确很愚蠢 我没能够阻止他 我愿意替他承担责任 如果太后原谅你呢 如果 太后真的相信 我所说的话 能够原谅舅舅一家 我甘愿他舅舅受罚 宁可被囚于进宫 一生 永不出进宫的门 只可惜王大人一家 仍然下落不明 太后 真的没有抓他 当然没有 运练卫陈将军告诉我 他带人赶到王大人的 府邸的时候 已经是人去楼空 这两个人怎么还不回来 快 住手 不要杀人 不要杀人 先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撑不到彼岸 一滴眼泪 模糊了月亮 看看这个世界 总是欠缺一些方向 我们的爱 差一点 就能却 多一点 快要分开 的语别 再追一点 这悬崖 会塌陷 要怎样才能拖鞋 再追一点 要跟你说再见 要下辈子 不再见 就说再见